16岁粉丝第一次用苹果手机预算不多 如何在华翔北轻松搞定一台全新的苹果食物 简单 我的粉丝必须说 看到我今天带的这一百万了吗 偷偷带你们看什么状况真正的批发作 听说你这来了一批比安卓机还有便宜的全新的食物 还有还有 你要多少 要是没问题的话有多少我要多少 是你吃不吃的下线 你看我吃不吃的下 我这里有10台 家里还有120台 你要是都给我打包的话我还能给你再便宜 能有多便宜 给我诚意吧 这么吓人吗 走 老六 我今天拿着这批苹果食物剪大漏了 你就不用网上调件了 便宜吃会有粉丝 我再强调一下兄弟们 我这里是可以一对一给大家进行开视频调剂的 最近这段时间又出现了很多冒充我的头像和名字 冒充我的骗子 咱们家的粉丝在评论区的留言 问我一些问题 他们就会主动点开你们头像进行私信 记住啊 我是不会主动私信你们的 包括我的客服人员 还有工作人员也是不会去主动私信你们的 切解啊 下单之前一定要打视频确认一下是不是本人 账号你们就认准这个抖音 77数码 手机专场 1.1万粉丝量的这个账号 只要不是这个粉丝量的 全部都是冒充的 今天下单的是这个四川省达州市叫刘锦泽这个弟弟的 怎么样弟弟啊 这可是捡漏了啊 给你省了不少钱 而且我还专门给你挑了一个看 未激活的电池100充电零次的苹果15 验机报告就是全绿的啊 正常的零售机 手机给你验完了啊 一点问题没有 你就放心用起吧 配件的话 你不是关注我了吗 来 直接给你上了8件套 手机壳 膜 还有蓝牙耳机 还有这个 20瓦带3C认证的快充 直接给安排两套 怎么样 做我粉丝 这个待遇不错啦 好了 如果你也想买优质靠谱的二手机 欢迎关注七七